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喜欢一些美的事情 所以后来进阶就是有机会遇到就是婚纱相关的老师 进而从就是助理慢慢慢慢做到就是自己到现在开工作室这样子 因为我的主语名字是用成和这是瑞斯嘛 然后我是彩妆师他是摄影师 然后我的生活环境跟他的生活环境甚至到文化 其实我们各种模式都是不同的 但是我们可以结合RAMIS真的很好 因为不管从什么角度来看我们都是融合 包括我们这样的融合身份在到部落在做不一样的融合 这一切过程都是融合 因为RAMIS是一个最好的代名词 这样后来才取名用我的瑞斯跟他的吉米栽 又把它焊化就变成RAMIS做一个结合这样子 这个圆明婚纱这一块我们在影像上的呈现希望都是以最正确 所谓的最正确就是比如说穿搭的方式 佩戴的方式甚至是身份上的搭配 这一块都是我们希望可以呈现给年轻人甚至是长辈做一个正确的影像上的呈现 因为怎么讲排湾组对于身份上该插几根羽毛 然后你该不该搭配什么什么 其实这些都是有很重要的文化展现 而不是说因为漂亮而戴 因为怎样就戴 我们反而会期望就是在拍之前会double check说 你有跟长辈确认说你可以这样穿吗 你的搭配这样是对的吗 拍影像但是是拍一个正确的影像是留给就是留给 不管是年轻人甚至是可能是学校在做文化教学也可以使用上 甚至是到纪念形式用的那种影像都是要是正确的 这是我们的我们期望可以做到的 就是我们近期有在做相关期劳拍摄这一块 其实他们真的就是一个文化保存者或文化的传达者 然后我们正在拍摄他们的那当下的感动是很深的 那我们在做保存那我们也在做拍保存人的影像的那种循环过程 其实我们真的会觉得说影像其实它真的还蛮重要 好像有一种在用影像说故事的那种感觉 其实刚开始进入部落的时候我们都会互相打击说 我们不是真的就只是因为潮流而进入部落 而是我们真的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 我们是吸取这里的养分吸取这块土地的养分 我们只是做我们能做的事情然后把它做好而已 所以你要说我们是回向前历 我们倒不如说我们就只是做好我们想做的事情这样子 其实摄影回归到本质就是在记录每一个市区的每一刻 那我希望可以透过我的专业技能 来为部落去做一个影像的保留 对